關心是逆向超車的危險駕駛 第一點是在臺四市甲縣的普務公路 被民眾直擊十頓半的菜車 他逆向跨越雙黃線違規超車 而且在山路上一路狂飆 嚇壞其他的用路者 民眾從南投霧社下山途中 拍下菜車危險行徑 雙黃線超車 十頓半菜車逆向跨越雙黃線超車 整台開到對上去 由於臺四甲縣普務公路上 雙向往來車輛平凡 也讓目擊民眾直呼好危險 而在雲林也有車禍意外 二十二號上午十一點多 車輛行徑抬七十八線雲林路段 驚艦小貨車翻車 載運甘蔗渣散落一地 重回現場 小貨車九十度側翻 車頭凹陷 擋風玻璃 大面積碎裂 可見撞擊力道相當大 二十七歲小貨車駕駛 手部擦傷 所幸經過包扎 仍沒有大礙 但當下仁清魂未定 表示疑似恍神念禍 警方表示小貨車駕駛沒有走駕而是否因為恍神自撞釀成車禍 仍有待進一步調查釐清 再為邵宇峰中辰南投雲林報導 住宇峰中辰院